给飞云在线辟谣 我家孩子最好看 奶爸奶妈有多稀罕自家娃 说到稀罕自家娃的奶爸 就不得不提顶有女星 花花的谭爷爷了 谭爷爷对花花的偏爱 可谓是人尽皆知了 单独给花花开小灶 别的熊猫洗澡用水子 花花用毛巾擦 还经常夸花花长得好看 飞云的奶爸也不断地夸着飞云 你看这两个小脚长得多好看 腰石腰定是定乱 在飞云用头顶木头玩时 让其小心别砸到头 还说木头掉了没事 别砸到飞云了 木头表示真的没人关心我吗 此外关于网上的留言 连方还专门聘请了公关团队辟谣 我在这里啊 我帮飞云给辟个谣啊 我们啊是一个最分手的一个萌妹子 说萌妹飞云没有三百斤 和金虎的事儿 是金虎先动的手 请不要听信一面之词 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除了大连森林动物园 华丽奶爸在直播华丽吃东西时 被网友问到是不是被华丽关到了一起 为啥在笼子里 饲养员在笼子里 熊猫在外面 饲养员在笼子里 奶爸表示华丽在外面 自己被关到了笼子里 给华丽喂吃的 在韩国的福宝 也在奶爸的宠爱中长大 福宝的奶爸江爷爷对福宝的喜爱 也是毋庸置疑的 面对乐宝那真是一脸嫌弃 但在对福宝的时候满脸宠 对福宝的基本消息两如指掌 却不记得自己孩子的出生日期 在福宝出生一千天的纪念日 江爷爷与宋爷爷一早就起来为此准备 竹笋竹子蛋糕应有尽有 竹打的就是好吃又美观 熊猫香香在日本的时候 有着极大的人气 一出生就占据了日本的各大头条 想来看他的人都要提前好几天预约 被日本民众称为宇宙第一 在离开的时候引了无数的 日本群众来到机场送行 你们还知道哪些 有着独一份宠爱的熊猫呢